台湾空气无量严重 民间要求热电议员的社医也越来越多 政府也开始进行相关港亭建设规委 一间方电出汹,总在老外开始 在山西港亚区百边进行6基港亭 30号地中边港亚区几百十天前的所兵会 但是向党与民态是自己 相关配头没做好 要求求党与提出对山西到六港 更加完整的时间环境应用至保障各位 山西港亚区领事委卷 代表会主席王水坡和医院林根人都标记 文字上当然是欢迎六点地山西发展 但是党与在西港的基金 对在地民众交通、康区丁电各方面的应用 都没有省钱之人 而且已经开港了,这几百所兵会 发展绿能是世界一个趋势 这是干净的能源,当然我们也是很乐见 但是在地方上都会影响到我们各方面 比如说近海渔业的发展 还有我们邻近的环境的评估 还有我们一些赏鸟业会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是希望说大家能够针对这些事情 能够看怎么来解决 那我们信息是属于受到影响冲击比较大的 毕竟这个所有彰化线的这个漁业 近海渔业的发展 是以我们信息最为大宗 那么船只也是最为大致的 那会影响到我们渔民的生计 那以后是不是要针对这个部分 看后续怎么补偿这些渔民 那么后续要怎么来辅导这些渔民的转业 那能够让这些渔民得到最好的照顾 在我们现在的风力发电 在我们短南风和西北各地边 这些跟这个风力发电的时间的率明会 来跟監督 刚刚我们主席也有说过 这关系到我们这些渔民的生计 尤其是我们刚才里面很轻松的反映 我们现在已经现有的一些风力发电 这些风力发电的噪音太大 是不是可以降低 因为我们现在的风力里面 都在这些风力发电的声音有更大 我们这些民意代表大家今天来关心 就是顺着感动 保护我们所有的官民的健康 顺序的健康 时间上显表现 目前这些渔民对老伙传开工的 露基工典部份进行工典的影响说明 海上的工典是需要等到 两年外后才会开始等工 依照环品承诺 我们在我们入狱工程施工前 我们会召开施工前说明会 跟乡亲完整的报告我们的环品的承诺 各种环境保护的措施 以及我们有非常多的社区回馈的方案 那我们希望可以在这里跟 陆港还有线西还有福星等等 沿海地区的乡亲做一个很好的交流和沟通 所说的在地化 不是以应付的方式来对台湘亲 新中华新闻 李兵宏 参赛 彩虹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彩虹不得